今天看到一个神一般的电池 韩国又开辟了一条新赛道吗 几个新闻里都说 韩国最新研发出一种混合型纳离子储能系统 将电池和电容结合起来 能量密度可媲美锂离子电池 但却只要几秒钟就可以充满电 这也太夸张了吧 纳离子电池又便宜又安全 要真是这样 未来还有锂离子电池什么事呢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这项研究来自韩国科学技术院 并不是完全的纳离子电池 而是电池和电容结合的混合储能系统 我们都知道电池能量密度大 充放电慢 而电容则能量密度低 但充放电速率极快 理论上把两者结合起来 确实可以取长补短 提升系统的能量密度和充放电速率 事实上电池和超级电容混合储能 已经广泛应用于电网频率调节 和应急备用电源 工业设备和重型机械 可再生能源储能 以及电动汽车的能量回收系统等领域 不过这种混合系统的电池和电容 都是独立的 通过直流直流转换器 充电控制器 以及控制系统和软件等集成在一起 实现高效的能量管理和分配 韩国的这项研究 则是直接把用于电池的负极材料 和用于超级电容器的正极材料集成在一起 制成电池电容混合的纳离子储能系统 在这种混合电池中 负极材料通过快速的离子转换 来提供持续的能量输出 而正极材料则依靠高表面积和优异的电化学活性 来实现快速的充放电 从而优化电池的整体性能 在提供高能量密度的同时 也能快速响应功率要求 非常适合需要高能量和高功率输出的应用场景 如电动车辆和大规模储能系统 具体来说 这种电池利用微细的硫化铁颗粒 嵌入到富含流的碳石墨锡网络中 形成高容量高充电速率的负极材料 从而可以实现快速的离子全输 以及轻松的电子传导 正极则是利用合成的 费石密座纸框架衍生多孔碳 具有高容量和高速离子全输能力 可以支持电池快速且频繁的充放电 电池结构和原理 现在我们基本搞懂了 那么最重要的几秒钟就可以充满电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由于各篇报道都集体搞忘了 我也是百思布的奇景 后来看到韩国研究人员说 这种混合型纳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 已经达到了247瓦斯每公斤 功率密度34748瓦每公斤 才一下子恍然大悟 这个功率密度是不是太逆天了 一般来说 目前的商用力离子电池 能量密度通常在150-260瓦斯每公斤之间 功率密度在100-1500瓦每公斤 但和这种电池比起来是不是就弱爆了 功率密度决定着电动汽车的充放电速度 以及加速的性能 简单的算一下 能量密度247瓦斯每公斤 功率密度34748瓦每公斤 只需要把两者相除 就可以算出理论上的充电时间 0.0071小时 也就是26秒 所以几秒钟充满电太夸张了 明明是26秒嘛 不过这确实也太惊人了 再加上它5000次循环充放电后 库仑效率仍然保持100% 这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电池衰减一说 寿命堪比南山不老松啊 还有那离子电池的本质安全性和低廉成本 完全可以吊打现有的离子电池了 比如续航500公里 一两分钟就可以充满电 又不燃爆 这种电动汽车你还有什么理由不买呢 当然这些数据都还是实验室的数据 看起来很美丽 但实际应用会怎样 究竟能不能规模化生产 可能都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总结一下就是啊 这是一种区别于现有电池技术的把电池和超级电容高度集成的新型混合电池提供了一种可能在电子设备电动汽车以及大规模电网系统中应用的低成本高性能纳离子混合储能技术的新适度可以实现高能量密度和快速充电能力的双重目标为未来的能源存储技术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 如果得到验证无疑是一项可能影响未来的重大突破 将可能开辟一条新的电池赛道 这些研究发表在4月的储能材料杂志上